警方去電召出租車服務公司Uber 休暴辦事處調查 帶走三個職員和檢走一批電腦 另外警方派出探員放射 利用手機程式召喚出租車服務 拘捕五個私家車司機 路易報導 西九龍重案組多名探員 去到長沙環貿易廣場租車服務公司Uber 休暴辦事處調查 探員在公司內搜查及查問公司職員 警方介入調查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調查 檢走公司一批的手提及座台電腦 又將公司內三名藍職員帶走協助調查 休暴曾經多次被的士業界投訴 說他的營運方式涉及非法載客取囚 令到的士的生意大減 有團體曾經要求過警方介入調查 另外警方派出探員放射 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召喚五輛車 由多個不同地點前往何文田巴庫街 當抵達巴庫街一個露天停車場的時候 成功以信用卡繳付 即場拘捕五個司機 放射的警務人員合對了他的資料 和車資已經透過信用卡給了之後 然後司機洩露了自己的身份 警務人員身份 然後進行拘捕 警方的行動仍然繼續中 當中我們調查的行動 也都是主導包括 包括提供白牌車服務的公司 以及去應徵中心 警方說 五個司機本身是車主 年齡介乎28至65歲 召喚公司每中抽擁兩成 五輛私家車繼續扣查 包括三輛七人車 以及兩輛平置房車 NOW TV記者怒疑報導